这一个是温度计 这里呢 最冷的时候是有零下的58度 今天是零下的16度 今天呢 我是又出来玩耍了 今天是零下的16度 我们来到了一个广场 阳光是真的还挺强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温度计的下面 中国冷及生态根河 迅木之香 冷我们是感受到了 前几天有零下二十几度 晚上有零下的30度 现在白天呢 是零下的16度 感觉也不会很冷 好 这里 今天人 也不多 好 我们向前 看看 这里最冷的时候是零下的58度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区 这里的雪呢 已经倒到我的膝盖那么深了 这个小区估计是 但是这一个冬天都没有残过雪吧 非常深非常深的雪 在这个小区里面 我看到一辆很特别的三轮车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小伙伴 这个三轮车呢 在北方叫倒骑驢 它也是三个轮的 但是它是倒过来骑的 又长知识了 我往前走走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封城呢 一个冬天的摩托车电瓶车 你看这辆摩托车比较特别 它上面的雪呢 吹得特别好看 有一个造型 然后再往这边的这一辆 这辆也是 很特别 这一辆摩托车呢 是广州广本 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呢 就是豪车 能把这辆摩托车保留到现在的 估计也是大我们一两倍的人吧 这是当年的一个豪车 从这一个角度看根河 感觉这座城市还是挺年轻的 这里是一条大道 感觉挺不错的 现在呢我来到了根河市的政府前面 这一堵墙呢是由冰做的 这个雕的花也是冰来的 这是彩色的 就是这个冰块染了颜色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还挺好看的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根河的 CVD 文宏大厦 然后它旁边是有一家宾馆 这里写着标间48 突然间觉得这里的宾馆 真的好划算 现在呢我们是在一条巷子里面 这巷子里面的后门都是堆满了柴火 而且在柴火上面都是厚厚的水 看这里的水 屋顶的雪都快把房子给让塌了 这一边屋子呢屋檐都挂满了冰 好我们往前走走看 现在已经天黑了 这座城市也特别的安静 现在是晚上的根河 我们在这个温度计下面 现在是零下的18度 整个广场呢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可能都在家里面 取暖了不想出来了 现在零下18度还好 也没有非常的冷 现在呢 我的手机动的闪光灯都不亮了 这条街也是空无一人 还是南方的城市 晚上会比较热闹一些 今天呢 我们晚上就在这儿 溜达溜达 看看晚上有什么好玩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